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謝謝同總編的介紹 大家晚安 我的題目是從傳統找到創新的價值 客家聽起來就很傳統 然後在台三線要做飲食 聽起來好像也是很low 在偏鄉 但是從這些好像不是很時髦 不是很吸引人的這些題目裡面 我們還是可以找到創新的價值 這是我的背景 我的30年的職業裡面 我都是科技人 我現在外商的公司 擔任亞洲區的總經理 剛開始都是幫外國的品牌打工 把外國的好的產品制度引到台灣來 那後來我覺得替外國人打工沒有意思 怎麼樣子把台灣好的產品跟好的品牌 推向國際 那個或許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使命 所以我後來我加入的是一個研華科技 在做工業自動化的第一頁品牌 現在也是全世界最大的這個品牌 那我後來是因為在研華的時候認識的 404科技的創辦人 邀請我來成為合夥人 404科技是師大附中404班的五位同學創辦的 他也是一個隱形的冠軍 他現在全球有2000名員工 營業額大概在150億左右 但是他沒有上市沒有上櫃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我們希望把公司經營的價值回饋給員工 所以我們不是股東優先 是員工優先 但這家公司有一個很有趣的共同的價值觀 是我們總共有8位合夥人 我們講好在我們滿55歲的時候 我們就要交棒 我們不能再擔任總經理或執行長 交棒給我們 往我們大概10歲到12歲的年輕的經營團隊 讓他們繼續帶領這個公司的往前走 所以我後來也因為這個原因 我們交棒之後 我真的回到了我的家鄉 開始從事文化藝術 跟做地方創生相關的這樣的工作 那除了這個之外 我還號召了幾個科技業的朋友 大家出錢出力來成立一個影響力影創投基金 也來協助年輕的朋友 在他們創業的過程裡面 可以給他們一些創業的資源 那我今天要講的是在中間的這個紅媒文創置業 這一個 也就是我們用獲者 這一個 這個品牌來做的這些在地方做的事情 剛剛同總編也提到 在2023年的這個我們在飲食業的奧斯卡 就是這個實創獎 在2023在去年的12月公佈了得獎 那在得獎 其實在我們產業界 在產業組裡面有七大獎項 那我們紅媒文創 在這個七大獎項裡面 我們拿了三座的二星獎 那在可以看到裡面的得獎者 很多都是非常大的品牌 黑松全家桂冠 乾杯 辛葉等等 但是這裡面突然有一個文創公司 怎麼會在這裡面得獎 大家覺得很奇怪 這個我們也不是做食品起家的 我們是做一個文創公司 怎麼會在這裡面拿了三座獎 分別是在社群行銷創新 設計美學跟餐飲服務創新 我就跟大家講一下我們的背景 除了我在科技業出身 其實我對飲食完全是外行 但是我們在2017年 就是當我滿55歲的時候 我回到新竹家鄉 我們在大新竹地區 我開始從事的是 將老的房子 不管40年 60年 90年的老房子 我們修了五棟的老房子 然後在這個五棟的老房子裡面 我們把符合現代生活習慣 跟當代美學的衣食住行娛樂的內容 放到這個老房子裡面去 所以我們從傳統的一個老房子 傳統的這些物件裡面 我們怎麼樣在這裡面找到創新的價值 那在過去的這五年來 我們不僅是修復老房子 我們還在連結這一個在地人的情感跟故事 那透過飲食 閱讀 公益 居住 這幾個手法 讓大家可以重新認識在地的文化跟風土 所以我們有書店 我們有公益選品 我們住宿 咖啡 我們甚至在最右邊那一個叫 或者新州屋 是新竹州 在日據時代是桃園 新竹 苗栗 這整個叫做新竹州 第一家百貨公司 它只比零百貨晚一年而已 只昭和九年的一棟建築 我們這一棟建築裡面 我們的概念就是食物料理美術館 我們在這裡面用城市客廳的概念 談飲食文化 所以即使是我們是一個文創公司 我們在講閱讀 但是其實裡面有很多跟餐飲有關係的內容 我們有蔬食餐廳 我們有咖啡 餐酒館等等 這是把我們做的這個內容 稍微講一下就是跟現在的SDGs 直接產生關聯 就是多元閱讀是跟SDG4這個優質教育 那友善食飲是在這個SDG12負責任的消費跟生產 公益手作是SDG8的這個有尊嚴的工作 那老吳先生跟這個旅遊的部分的話是 永續的城鄉發展 所以這幾個還是扣合著這個時代的潮流 那這個也是我們一直在做的事情 就是讓在地文化成為永續的同行者 那這個也稍微回應了 為什麼我們用一個藝術策展這樣的概念 把飲食文化透過創新的手法 那在這一次的這個實創獎裡面得到了一些肯定 我們這一次是透過課委會的一個浪漫台三線的這樣的 藝術季的這樣的計畫 這個計畫裡面它其實有三個大的主題 第一個是社研院負責的公共策展 第二個是公共設計 第二個是公共設計 第二個是藝術策展 第三個是透過飲食做一個跨界實驗 那這個跨界實驗就是由我們紅梅文創 或者這個品牌來做策展 那我們過去也曾經為新竹市的設計展 我們也做過一個測展的一個 城市測展的一個活動 所以我們是一個文創公司 但是企劃設計測展是我們的核心能力 當然我們在做這些事情之前 我們要對當地的風土要有很深的了解跟研究 所以我們就來談談這個傳統的客家飲食文化的特點 大家如果了解我們的族群 談族群文化的融合是我們很深的一個使命 那我們又在新竹 新竹的人口裡面 新竹縣有90%是客家人 新竹市裡面有30%是客家人 如果再加上桃園苗綠這一帶的山區裡面 有非常多的客家人 我也是客家人 所以我在那個環境 我自己成長的過程裡面 我是深深地在經營在這個客家的文化裡面 客家它的飲食文化裡面有一個特點就是 我們喜歡吃米食 我們喜歡吃圓形的食物 用了很多的食物保存的手法 不管是用自然的太陽風來做保存 也可以用發酵等等這些手法 但是我們喜歡用的是這個食物的原型 好的食材來做 從這個了解傳統的這個客家文化裡面 是我們在思考怎麼去做創新裡面非常重要的步驟 唯有對傳統做深刻的了解 你才能在當中找到題目 能找到創新的價值 所以我們對於客家的文化 譬如說客家人是情跟語毒 好天氣就出去種田 天氣不好我們在家裡讀書 所以情跟語毒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文化傳承 客家人很重視家庭 所以你到這個客家庄裡面 你會看到很多的這個姓氏的唐號 到現在你去新埔北埔竹東 你都看到非常多的這個家詞 所以對家庭的觀念是非常重要的 那在飲食方面剛剛提到的 我們對於原型食物 我們不浪費 有些人講說客家人實在是太小氣的 很勤儉 當然這也是因為從偏鄉取得食物是不容易的 所以我們勤儉是因為我們敬天愛物 我們需要把每一個食材都用到最好 所以從現在的角度來看 它其實是非常環保的 每一個食物它可以用很多次 從一個芥菜可以從根一直做到葉子 梗全部都可以用得到 那還有重要的是你跟在地風土的連結 所以這些從這幾個角度來看客家的文化的時候 你就可以找到裡面 事實上它也很符合現代的飲食的潮流 那除了談傳統之外 我們也要引進現代的分析 理論 論述 你才能跟現在的觀念結合 所以我們跟有一家設計公司叫ReLab 我們就從 這個字有點小包 我大概解釋一下 我們從 我們從中間的這個食材 中間講的是食材 裡面有柿子 芥菜 豬肉 雞 這個食材往右邊走是 它會形成什麼食物 我舉個例子 這個是芥菜 那芥菜它往右邊走 它可能會形成這個梅乾扣肉 它會形成長年菜等等 它會往右邊 你在我們平常吃的時候是什麼樣的食物 所以從一個食材裡面 它可以衍生出來什麼樣的關係 我們看到的食物 那往左邊走 你會看到說你透過什麼樣的料理的手法 不管用日曬 風乾 或者是用發酵 或釀製 它會產生什麼變化 所以我們用這一個比較科學的論述 其實在重新解構客家菜 它跟現代當代裡面的手法 以及它可能可以產生的 什麼樣的創新的這個方法 所以用一種科學方 論述的方法 其實對於傳統食物 以前就是 反正就是做出來 那每一家 每一家的這個料理可能都不太一樣 但是我們透過比較有科學的論述 去做整理跟歸納 一樣可以把它做成一種菜系的發展 那當然做這件事情 我們不是只有我們自己做 我們希望喚起更多餐飲業 或者是我們在台三線上面很多的客家餐廳 要有共識 要有共識 就是要讓大家看到可能的危機在哪裡 可能我們要假設我們要挑戰 不只是在台灣人的味蕾 有沒有可能也能讓更多的外國人 也能接納客家食物 日本的Sashimi 它的Sushi 都會變成全世界的料理 我們這種符合飲食潮流的客家菜 有沒有哪一天 也可能征服外國人的味蕾 所以我們需要透過更多的人的參與討論 知道我們現在的困境在哪裡 我們才可以往前走 那透過這樣的一些方式之後 我們從它的食材的選擇 透過料理的手法 還有你到一個餐廳裡面去用餐的體驗 這個都需要重新被闡述 重新被敘述 那後面的你怎麼去傳達你的創新這個價值 不是我們只有把它做好 你要讓更多人知道 那在現代的數位行銷的這個時代裡面 怎麼樣的透過我們大眾傳媒 數位行銷的方式 讓更多人可以更深入的了解 所以在這一次的浪漫台三線裡面 我們突破一個傳統就是 你不是到北埔或者是新埔的一個 鄉下的一個客家餐廳裡面去吃客家菜 我們把客家料理跟金色山脈 喝啤酒吃德國豬腳這樣的餐廳 我們怎麼樣讓它產生新的火花 德國豬腳可不可以跟客家的極醬結合 義大利的Pizza上面能不能撒鹹豬肉 義大利的這個Spaghetti可不可以用我們的小管 不一定是只有它的墨魚而已 透過這些跨界的創新 會奔發出很多新的創意 那我們就跟金色山脈 大家在那個地方 用一種不同的飲食的習慣跟環境 它就不是在一個偏鄉的客家的 一桌2500、3000塊那樣的環境下去用餐 透過這樣不同的體驗 在浪漫台三線藝術季的那兩個月裡面 我們創造非常多的新的年輕族群的體驗 重新認識這個客家新的這個料理 那我們除了跟餐廳合作之外 我們也嘗試跟便利商店合作 難道吃客家菜只能到北埔 只能到祖東去嗎 我們能不能也讓大家在便利商店 能找得到 能買得到 具有客家風味的這些便利的食物 所以我們也透過了開發 大家用有極致醬的咖啡或者是氣泡飲 或者是像剛才講的鹹豬肉 怎麼可以跟三明治怎麼合作 透過這些不同的方式 讓在全家便利商店在全省各地 大概有4000個分店裡面都可以看得到客家的食物 所以在那段時間裡面 這個客家食物在全台灣都可以重新被人而認識 那我們看到了就是 如果我們把一個地方的飲食 或者某一個特殊的族群的飲食 重新結構放進創新的思維在這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一樣仍然可以做文化的傳承 我們一樣可以談論它的健康的價值 剛才談到現在的人更注重健康 剛才蔡董的分析裡面 市長也看到大家都在追求健康 等一下Daniel的裡面也會談到不僅要健康 而且還要美味 透過這些健康價值 還有整個社會趨勢的這個需求 我們也看到這是非常有機會的 透過這一次的浪漫台三線 我們不管在飲料啤酒或者做成罐頭 或者是料理包 我們在那兩個月裡面 我們大量的來做更多的這個創新跟曝光 甚至中間的這個瓶子 如果你們自己有做那個釀製的話 以前你去看這個釀製的這個瓶子叫陶太郎 上面有個紅色的塑膠塑膠鈣 那一個一般來講 譬如說是1.5公升的 一般只要賣90塊到120塊 大概就買得到 大家會拿回去釀這個梅子或者是鹹菜 但是我們這次跟工業設計合作 重新設計它的平行跟裡面這個材質 裡面用的這個矽膠 把它密封的材質 你不用自己綁塑膠袋 像它這樣子 我們讓這樣的一個視頻 從本來是90塊到120塊的 我們讓它變成是500到600塊 而只要你能講出它的差異化 跟它的工藝設計的美學 到目前為止仍然銷售得非常好 像這些是野薑花小卷 紫蘇煙燻鴨 我們把它變成罐頭的方式 然後當然裡面要緊扣的是 它跟在地的風味的議題 還有它是怎麼樣跟友善土地有相關的 透過這些讓大家更便利的可以取用 我們也不希望說 這個只是兩個月的浪漫 台三線藝術季的那兩個月的產品 我們希望它能延續下去 所以現在我們把它變成是 我們紅媒文創的一個永續 變成一個持續的一個產品 我們叫做貨者鞍醬 鞍醬是安心的醬料的意思 但是也是客家化安價就是好漂亮的意思 所以我們把本來是一個計畫的產品 我們讓它持續的來銷售 我們也透過PC Home Momo來銷售這些 我們到目前為止 我們也銷售了1萬罐的這樣子 雖然還是非常小眾 但是我們持續的讓它不要只是 煙花式一次性的這個產品 剛剛講的這個視頻 我們也透過工業設計 還有在材質上的講究 讓它在價值上面提升 現在很多的餐廳 比較高級的餐廳 他們甚至這個東西是擺在檯面上 讓大家看 以前是放在廚房裡面的 他們自己偷偷地用 但現在他們放在他們的檯面上 因為它展現的效果非常好 我們也持續的透過課程 讓不管是這個叫魚竿子 還有像這些梅子 我們也透過這樣的推廣 這個釀製品的方式 讓更多的在地風土的食物 可以看到 也被重新在這些廚師的料理裡面 可以被使用 我們看到的 我們做的這一個 浪漫台三線的這一個 雖然只有兩個月的時間 但是我們前面的前置作業 我們花了一年 我們去當地蹲點 我們跟學校合作 我們跟台三線的餐廳 一起來做這件事情 我們看到越在地其實越國際 越傳統 可以從傳統裡面找到創新的價值 那這也回扣我們紅梅文創 持續不斷地讓在地的文化 成為永續的同性者這個理念 謝謝大家